下班時間總是被塞爆的文湖縣 因為就在內湖園區 上班日特別多人 但是台北捷運這麼多條 文湖縣卻是最虧錢的一條 審計部報告就指出 文湖縣是中運量之外 其餘四條路線皆為高運量 而上市一百零七到一百一十一年度 藍線的盈餘是十一億三千一百三十萬元 而紅線賺三億兩百八十四萬元 居次但是二零二年文湖縣虧損 達十二億兩千七百零二萬餘元 是倒數第一名 文湖縣虧損是所有捷運的倒數第一名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人在中校復興站 底下已經有四個廣告看板 但是上面就有一個很亮的廣告燈 就駕駛質疑說晚上廣告燈一亮起 會不會影響到駕駛視線 超大型的王杏林廣告看板 就在文湖縣橋蹲下 但是一到晚上 上方的燈就會亮起要幫廣告打燈 而照片被民眾拍上網也遭網民質疑 這樣會不會影響駕駛視線 好像等他就是他剛開始一放的時候 經過就會馬上就發水 因為還滿明顯的 對但如果對一般一般騎士 如果他面罩是透明的話 可能會滿亮的 雖然各有看法 但是實際詢問北捷 他們表示 目前喬蹲下的燈響廣告亮度 均符合規範 而且試辦期目前規劃只有一年 試辦期是一年 我們捷運公司 將收集各方的意見 作為後續辦理的參考 總的來說 這次試辦結束之後 會把各方的意見送到監管處 納入到台北市的廣告物管理規則 訂定參考 至於開車會不會被大廣告吸引分行 目前則沒接到對次行刑 法定新聞 文章凱藝台北參考報導 鎖定八大名稱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